我昨天非常的高興 能夠跟斯拉維亞全體 這麼有戰鬥力的球迷 一起來觀看 我們這麼有戰鬥力的 斯拉維亞足球隊 贏得了比賽 贏得了這麼關鍵的一場比賽 用我們中國的成語來形容 叫萬眾一心 眾志成城 我感覺現在斯拉維亞 我們現在的團隊 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團隊 特別是昨天我們進球的 這兩個球員 一個斯科達 另外凱瑟爾 他們的表現非常的優勇 是的 我們對這個投資十分的滿意 因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捷克人 足球是我們共同的愛好 足球所體現的這種精神 這種團結協作 這種拼搏的精神 是我們兩個國家的人民 共同的信仰 我想這是我們能夠找到共同語言的最好的一個運動項目 所以我們收購以後 斯拉維亞足球隊能夠有這樣出色的表現 頑強的拼搏 一路提升 把一場一場的比賽踢得那麼好 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而我們希望 這個斯拉維亞足球隊不僅僅是在捷克聯賽能夠取得好成績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一些國際賽事在歐聯賽 在其他的國際賽事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 特別我們應該更加地注重青少年球員的培養 同時我們也在推動終結兩國的足球隊的交流 我相信我們的斯拉維亞會越來越好 越踢越好 會讓我們的球迷永遠地感到自豪 我會爭取盡量多地來觀看我們球隊的比賽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有很多的事物 也許沒辦法每一場都到 但是不管我人在哪裡 我的心跟我們的球隊跟我們的球迷都在一起 也都在我們的現場 上週內德維德先生到了中國 正式成為中國的中超的形象大使 內德維德在中國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他擁有非常多的球迷 同時他也是我們中國華信的全程的合作夥伴 我想今後我們將一起共同來推動 這個內德維德先生 歐洲的足球跟中國的合作 幫助中超提高足球的水平 我們的重點是推動青少年足球的交流 是的 我們來推動青少年足球的水平